中華館政府推動總管589的創立 都可以有一個關懷記點 後好早期 中華館第290個社區關懷記點 就在中華市的新興立來成立 在新興社區發展社會的努力之下 關懷記點除了萬有的中心還是客廳 以及健康工作以外 每星期三到六五另外還有共產的服務 簡單的 各百二十歲了後 中華館第290個社區關懷記點 在中華市的新興社區成立 我表示希望總管589的創立 都可以有一個關懷記點 這次很謝謝我們陳理事長跟陳總幹事 還有我們的里長小姐非常用心 把我們的服務給擴大 現在我們每個禮拜有做兩天的一個關懷 希望能夠再把這個量能能夠增加 最希望是能夠星期一到星期五 天天都有我們的關懷據點 新興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表示 社區兵商時就安排了很多 適合社區中華跟一般裡面的客廳 關懷記點成立以後 若要增加更多讓中華輸給瓦動 也提供社區共產 王縣長一直在推廣的 他希望就是一個鄉村 每個村裡都有一個關懷據點 讓每一位長輩 會知道是不要說都在家裡 在看重播的電視 希望所有的長輩出來的社區 這樣嚇到 把社區關懷據點當作自己的家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自己的社區 你來這裡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大概有九百多人 那藉由關懷據點的成立 讓這些長輩走出家門 出來給大家鼓勞 然後做一個運動 比較不會在家裡 如果說越坐越動 關懷記點 關懷記點 社區關懷記點的思念 就是要讓中華在地安養 在地努化 他會穩當合室跟共產店店 讓中華的心心靈都健康 大眾新聞中心中華 彩虹佩登 是野農長不長